3月1日,少数族一媒体服务机构EMS举行网络会议,会议主题是一个世纪以来的绿卡申请案件的积压,削弱了移民系统并威胁美国经济,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长期以来移民案件积压的问题?会议邀请了三位移民法律方面的专家进行探讨。 据与与会专家提供的资料,今年提交绿卡申请的人中只有约3%将获得永久居留身份。近3500万份申请正在等待处理,而1996年为1000万份。 第一批积压案件始于一个世纪前,当时首次实施了移民上限,随着移民法因政治原因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,积压的速度也随之迅速加快。 在一个阻碍合法和有序移民的制度中,上限和配额,处理延迟以及可用绿卡的浪费是司空见惯的。 专家建议,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取消上限并大幅扩大合法移民,并认为美国经济将受益危险,社会安全基金也同样将大获收益。 当天的会议还讨论,为时美国现存的合法移民制度已经达到了危机点。 尽管美国可以轻松吸收新合法化的人口并从中受益,但是由于美国的两党政治议题对改革移民政策形成阻碍,政府和议会很难找到解决当前困境的方案。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综合报道